据新华网的消息,菲律宾海军22号宣布,菲律宾当天起分别与美军和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。 非美卡拉特联合军演将持续到6月25号,两国分别派出300人参加演习,演习地点在巴拉旺岛东部的苏陆海。 内容包括对海对前联合作战,两栖登陆,救援打捞,海上巡逻和侦察飞行等。 非海军官员说,菲律宾将派出两艘舰以及军用飞机参加演习,美军方面参演单位为沃斯堡号滨海战斗舰,保卫号救援船和一架P-3C海上巡逻机。 非美卡拉特演习全称是战备与训练合作演习,始于1995年每年举行一次,而非日联合军演将持续到6月24号,日方已派出一架P-3C巡逻机抵达巴拉旺岛,非方没有透露更多信息。 这是菲律宾与日本进行的第二次联合军演,5月12号,两国在马尼拉湾附近海域举行了首次海上联合军演。